OK 我今次會講到如何有強烈的聖靈因高 因為當我們有強烈的聖靈因高的時候 去到事奉是無枉而不利 就是很多困難的情況 很多難於改變的人 我們都會看著他們改變 實際上我自己幫助而經歷聖靈 那種的情況是多得不得了 多元化得不得了 就是差不多什麼情況 我們都看到人得著改變的 那首先呢 因為對於因高這個字眼 很多人就說聖靈有沒有這麼說 所以在這裡我就講出一個經文 去支持有兩個經文很清晰地講到這個聖靈因高 是講到聖靈賜的神的同在 帶來給我們事夢的能力 善狼卷十章三十八節一起讀 神怎样以聖靈和能力高難殺了 耶穌者都是你們知道的 他周留四方行善事 伊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 因為神與他同在 這裡聖經很清楚講到神用聖靈和能力 但是聖靈和能力呢 即是未必是講兩種東西的 即不是說聖靈加能力 那應該呢 這個指是聖靈帶著能力 因為有時候和字呢 我們都要有不同的解釋 即是不像 好了 神呢 注入聖靈 讓聖靈進去 接著又有能力進去 而是聖靈帶著能力進去 那來高他 即是用神去高抹他 那就是他們都知道的 然後當他有這個高抹之後 他做什麼呢 他就周留四方四圍去 他就行善事 伊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 這裡講到有醫治 還有有趕鬼 那而那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神與他同在 即是講到呢 就是這個神的同在 就是神高他 用聖靈和能力高他 就是神和他一起 然後跟著他帶著能力 那所以由這個經文 就看到聖靈因高的意思 就是神的同在 帶來能力 叫人能夠行善 醫病 趕鬼 接著下一個經文 就是二塞書羅一章 一至六三節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們自己抽其中一部份 主耶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華勇高高我 叫我傳好信息 今天卑的人 妻女衣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老得得釋放 被囚一出監路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賜華觀與石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喜朗遊代替悲哀 這裏就講到 後面有講到很多的後果 就是說 傳好信息 治好傷心的人 喜朗遊 前面講到的原因是 主耶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華用高高我 主耶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華用高高我 這個句子怎麼解釋呢 有兩個可能性 經文在上面 主耶華的靈在身上 因為耶華用高高我 一個可能性就是因爲 因爲就是什麼 因爲就是後面的原因 因爲 也說高我 所以我有主耶華的靈 這個就是 因爲也說高我 大家看到一下 這個因爲 通常因爲是原因 因爲耶華高高我 所以主耶華的靈在我身上 那時候就是 因爲耶華的靈高我 於是帶來了後果 所以這個講到 這個 這個的高門就是說 神高沒我 以致我有聖靈 大家明白嗎 因爲耶華高我 所以耶華在我身上 以致有聖靈 好 另外一個可能解釋 就是在文法上去解釋 耶華用高高我 就等於主耶華靈在我身上 主耶華靈在我身上 因爲耶華高我 高我 就有聖靈在我身上 大家明白嗎 第一個就是因爲 原因 這個 高我就是原因 引致後果 第二個 耶華靈在我身上 就即是耶華高我的意思 兩樣都可以 是吧 即是等於 耶華高我 即是神的靈在我身上 無論哪一種解釋 都是一樣的 即是 雖然意思有少許不同 意思不同 但是也有一樣的意思 就是 第一個意思就是 耶華高我 所以聖靈在我身上 或者耶華高我 即是聖靈在我身上 這樣的時候 即是兩個解釋都是說 耶華的高末 有聖靈的同在 以示我們有那種能力 所以這裏 是講到聖靈 會賜給我們能力 神的高末 聖靈 神高末 即是用高來高我 但這個行動 看上來 就是一個行動 但這個行動是帶來後果的 就是神用高 高我 是帶來一個長遠的後果的 所以這兩個經文 我們看回 《釋靈語》十章三十八節 都是講到 神以聖靈和能力高他 耶穌於是 祂就能夠行善事 神以好凡被魔鬼壓制的 就是有一個長遠的後果 就是有這個聖靈高末他 在他身上 就是有一個長遠的後果 而下面這裏 無論你是解釋 因為耶華高我 所以耶華靈在我身上 接著他就有這個後果 或者是等於耶華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華高我 就即是聖靈在我身上 即是用什麼高末我 就是用聖靈高末我 而這個後果 就是叫我傳好信息 給謙卑的人 七英華醫好傷心的人 以及報告秘魯的得釋放 即是 傷心的人 憂傷的人 得醫治 以及被捆綁 不開心的 煩惱的人 得到釋放 然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然後又有喜樂游 即是說到聖靈的恩高 就是神的高末 第一次給我們醫病 說鬼 這裡說到心靈醫治 以及傳呼音 都是說到聖靈的工作 帶來的後果 就是叫我們傳導 和醫治 好了 我先用兩個經文 因為有時有些人就說 這個有沒有聖經的根據 我先用這兩個經文 好了 那強烈聖靈的恩高 有什麼幫助呢 第一呢 就是幫助自己 容易得釋放 譬如先 姐妹就分享 說有很大的喜樂 那我就鼓勵你 當我經歷喜樂的日 我第一次經歷喜樂的日 我就一直回去路上 不斷 在那個聚會和聚會之下 不斷在喜樂 一路會湧流 一路想著耶穌 一路會喜樂 不是一路想著笑 是一路想著耶穌 一路會喜樂 一路在路上 在聚會 聚會的下半部 我一路會 一路會喜樂 一路會喜樂 然後呢 在路上一路是這樣的 回到家就這樣 因為為什麼呢 我很想保持 接著我回到家 我一路會他們吧 你要再問一下 我一路會喜樂 一路會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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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喜樂 就好然釋放了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更加容易為人做釋放 醫治討告了 其實這種情況實際是多到不得了的 有時就是一個聚會 因為一個人看到 跟著他有邪靈彰顯 或者甚至電話也有 有時有些人就看到我的影片 說我需要釋放邪靈 跟著就在電話跟他說邪靈 都即時看到有果效的 我也都試過用QQ QQ可以拍到他的 他又不介意 拍到他一直有反應 在電話裏面為他釋放 祈禱 實際上是看到很多不同的釋放和醫治 其實令到我每次都很驚訝 當大家越做得多 大家就會有信心 有很多人出去短宣 都是一種試探式 試一下 但當你真的看得到 你都可以幫很多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件事是很寶貴 你就會更加放膽去做 更加容易興起人的靈命 其實我見過很多人 他們很軟弱 他們有些人說 我們有時去到短宣 他們說我很久都沒有回教堂 不過聽到有特會 我就特意來 我們來到 我就為他祈禱 經歷到聖靈 他說原來可以這樣經歷神 他就對神很有信心 就願意去親近神 他就一直跟著我 一直學習 我就說你要保持這個跟神的關係 就很容易能夠興起人的靈命 比較以前 是困難很多 因為聖經有講到用神的話語 也都是有聖靈的能力 在我們身上的 但因為以前主要是神的話語 主要是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也有果核 但是很明顯 他們是不會像這些經文講到 立即得到醫治 釋放 安慰 是不會這麼快看到的 也都聖經講到 就是耶穌 因為有神 用聖靈和能力高拒 所以他就能夠 去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 當這些人被醫好 被釋放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神很真 於是他們就更加容易回應神 而且他的生命裡面 他經歷過神的愛和平安起落 他就覺得神很真實 而且神馬上會來幫他 他的動力更加強 我自己一個例子 因為當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就說 原來可以跟神有這麼好的關係 我就有很有動力去繼續保持 這個就是聖靈充滿 為什麼能夠更加容易興起人呢 因為他看到神很真實 他不只是聽到以前 我記得以前我讀了一學的時候 又讀到以利沙、以利亞那些神跡 哇!很多神跡 但是從來沒有說過這些神跡 發生過 只是說以前而已 我們那時候也覺得很好的 就是以前那些神跡 但是你覺得這些沒有我們分的 跟我們無關的 但是我們今天真的看到這些神跡 在我們中間發生的 更容易興起人 更容易帶來人信主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說 有一個人我肯定是帶不到信主 我說你帶他來吧 那在祈禱我又跟他說 我說神很討厭 真的會來到你身上 真的會祝福你的 你想不想啊 然後他說想了 那祈禱了 他說很平安興省了 然後我說耶穌這麼真實祝福你 想不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他就願意 然後就帶了他去信耶穌 有些人見我 第一次做的 他都說很驚訝 那我就帶了他去信耶穌 就是看起來很容易 比較很多人來說 因為很多人是硬是硬 硬是硬是硬的 硬是硬是硬的 都不知道神是真的 神也不知道能否幫到我 信耶穌沒有用的 即使會有這些硬的硬是硬的 但是當我經歷聖靈 哇 神可以這麼真來到我身上 很多人就立刻願意 哇 神這麼真 我願意信靠耶穌做救主 還有隨時隨地幫助人 無論什麼情況 譬如我試過見過一個 在醫院做化療的 他說很辛苦 一祈禱立刻鬆了 舒服了 接著就帶了他去信耶穌 就是這種情況 我試過見過小孩玩滑板 跌在地上 我立刻為他祈禱 立刻感到舒服 我立刻就帶了他去信耶穌 當然他以後怎樣 我希望 但我起碼殺了種 有些人可以繼續跟進 有些人我不能夠繼續跟進 我也曾經在學校做呼吸工作的時候 為那些人祈禱 一祈禱那些學生 就對耶穌很有心 很願意跟從神 即是無論他的問題是甚麼 都得到幫助 或者有時是家庭被人罵完 很不開心 祈禱就鬆了 或者有些不舒服 祈禱又舒服了 睡得不好 又睡得好 即是無論他有甚麼問題 讀書都得不好 我們試過有個小孩 他總是讀書讀得不好 不能夠集中的 我祈禱就說 日後回來他說 我昨天讀書很集中 又很快就讀了 很快就做了 神是甚麼事都能幫到的 還有極大程度發揮生命 這個是很重要的 聖明恩高的 重要的就是說 你的生命可以很大發揮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我不能夠做到很多 但是當你去嘗試幫人的時候 你發覺你幫到人 你的生命就很大提升 我今天這篇信 真的特別預備兩月四 兩月四我們去到人外教會的時候 我給大家有這個教導 給大家看到聖明工作的重要性 讓我們的學務 很想向前走 譬如當我經歷聖明充滿之後 我開始去宣教 我就看著人得鬼滅得意志 靈命更生 看著他們很火熱 就是看著他們很熱節 就令到我很有心去宣教 令到我亦都很有信心 我越做越到神又提升我 給我更加不同的教導 又如何去幫助牧者 如何去牧養他們的信徒 如何去帶領人信耶穌 如何興起他們 帶著他們出隊去幫人 那時候我就發覺 我逐字不單止是幫信徒 是幫傳道人牧師 幫他們如何做一個更加有效 幫助人生命更生的牧師 如何能夠帶著神的能力 那時候一步一步的提升 我希望大家都是 就是你可以大大被提升 也都去了一些很困難的地方 他們很受壓迫 那些基督徒很受壓迫 好像很難幫他們 但當你經歷聖靈 他們心裡就火熱了 火熱就覺得 我都可以做到一些事 我可以傳道福音 我可以興起人的 他的心就更生了 即是說很困難的情況 我們帶著聖靈的恩公 都可以祝福他們 當然是帶著神的懷疑 帶著神的教導 以及帶著如何處理生命的教導 去幫助他們 有教導又有聖靈 兩人在一起 兩人只是一樣的時候 只是聖靈沒有教導 那些人不懂得保持 只是教導沒有聖靈的時候 他的火熱沒有強 還有他也難於發揮 因為如果沒有聖靈的充滿 他傳福音的時候 他主要是靠言語的 他幫人也主要是靠言語或輔導 就不是能夠即時幫到那個人 釋放到 鬆到出來的 這句話大家聽過 輸到用時方恨小 是非經過不知難 下面一句同時 沒有一句 這句是輸到用時方恨小 就是你用時方恨小 就不夠用了 但是是非經過不知難 就好像說另外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由這句說話 我有一句說話 我很多時候用的 恩高用時方恨小 就是你用的時候 哎呀 不夠恩高 不過恩高雖小仍要用 就是你少仍要用 不要緊要你用 神就會祝福你的 那我希望大家 就是真的知道 你用的時候 為什麼呢 為什麼用的時候方恨小 你問你祈禱 祂說很不舒服 你祈禱到祂說 都沒有什麼改變 那你的心就會失望了 你說哎呀 如果我有強一點 神的同在 還有那個人開放的人 兩個東西 一個是他開放 第二個是你有教導幫他開放 第二個就是我們自己有 強烈的聖靈的同在 那時候呢 配合呢 就看到那些人 真是很明顯的改變 就是其中有些強烈的 就是有一次有一個 有一個人有癌症 在一邊聚會 我一邊說 他一邊一邊喊 那到我服侍祈禱 因為我知道他需要長一點時間 我就為所有人 祈禱才為祈禱 我就叫其他人幫他祈禱 他喊到 結果戴在另一個房間裡 那似乎很困難的 那我又跟祈禱 我祈禱 我問他 我說你覺得怎麼樣 他又覺得鬆 他覺得舒服 那我說你感謝神 他說感謝神 一感謝神 我問他怎麼樣 他都痛 他都痛就沒有了 一感謝神就痛就沒有了 接著呢 我就叫他出來分享 那些人都很驚訝 因為初頭喊到不得理 後來他就出來分享 就是說 當你熟習聖靈的運作 以及知道人的心開放 人渴慕神 神就會做更大的功 你就更有信心 你去到幾困難的情況 你都會有信心去做 這樣我希望大家 我很想興起我們中間 有更多人有信心 但這個東西 不只是教的 不只是操練的 你一定要用的 你要用 而且你要用的時候 不是有牧師帶著的 牧師騎過肚子 然後你再騎過 那你就看不到果效 但你去到那個人 本來有什麼問題 你騎完肚子 然後看他改變 你就會有信心這麼大 所以我叫你們操練的時候 我都叫你們互相問一下對方 在過程中有什麼經歷 一些強烈聖經 聖靈恩高的聖經的例子 一個就是薩會見上十章五節 這要講到就是那種強烈的程度 然後呢 蘇羅一去到就變成了新人 還有呢 蘇羅一跟他談完 他已經變了 立刻 神就變了一個新的心 《薩會記》上十章五節一起讀 此後你到神的山 在那裡有菲利士人的防兵 你到他城的時候 必遇見一班先知從陰坦下來 前面有虎失的 激古的 吹地下的 彈琴的 他們都受感說話 然後你的靈必大大感動你 你就願他們一同受感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這兆頭臨到你 你就可以趁時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接著跳一節第九節 蘇羅轉身離滅薩會爾 神就像他一個新心 當日這一切兆頭都應了 蘇羅到了那山 有一班先知如見他 神的靈大大感動他 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 這個我們看得到 薩會爾高立蘇羅之後 他就叫他們去 去找一班先知 看到他們在奏音樂 他們應該就不僅在練樂器 他們應該在敬拜神 他們說他們在受感說話 原文其實是講漁言 他們就在講漁言 一邊敬拜神 一邊講漁言 他就懷疑 靈必大大感動你 薩會爾已經有這個經驗 一個可能性是他的經驗 第二就是神告訴他 蘇羅就會大大受感動 又說靈會大大感動你 你就會跟他們一起受感說話 他又會知道你又會受感說話 你又會變為新人 這件事更加重要 你會變為一個新的人 這個兆頭臨到你就要趁事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就講到這裡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有神的同在 其實神的同在有幾種 第一個是無所不在 神是全世界都在的 這就不是講這裏 因為如果這裏是講 神的無所不在 那你去到哪裏都可以 去山上也可以 去河流也可以 回家都可以 因為那裏有神同在 這個不是 如果是說信神的人的同在 又不是 那你善難問一個以色列人 又不是 他是特別找一班 這班人做什麼呢 不斷在奏音樂 敬拜神 以及說預言 就是這班人跟神的密切關係 其實呢 在十九章講到 是薩姆爾訓練他們的 監管他們 所以這班是薩姆爾的門徒 一直在受訓練 那我現在就想訓練你們 一起來到被聖靈充滿了 就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而講到 原來當他們這樣投入的時候 神就與他們同在 你要趁事而做 然後呢 蘇羅轉身離別 薩姆爾也未去到那裏 神就像他一個身心龍 一跟他說完 哇 整個心就不同了 整個人好像 可能有火熱的心了 有一個愛神的心了 然後呢 蘇羅到山上 就有一班 先知遇見他 神的靈就大大感動 他就在詩之中 都受感說話 大家想像那個圖 那班人在那裏敬拜 跟著他走到那裏 忽然間 那人就很火熱 忽然間就在那裏 受感說話 在那裏 可能說謊言 或者講語言 你可以想像那個圖 走到那裏 忽然間就整個人變了 他跟薩姆爾訓練 又變了 去到那裏又變了 你看到這個神的恩高的同在 在這個地方的不同 即是當一班人 強烈的同在 譬如今天我們 在福士祈禱的初期的時候 就看得到聖靈強烈的同在 這就是一個當人投入 但後來慢慢的人就鬆懈了 慢慢在那裏 東張西望 或者在那裏聊天 那聖靈的同在就沒那麽強 所以我希望大家時時都是投入 不要去想其他東西 不要分心 然後薩姆爾訓練十九章 是另一個情況 其實有經歷性 也不代表他以後跟從神 蘇羅有一個例子 他是很可惜 他沒有跟從神 結果搞到有很多 即是他軟弱了 他又妒忌大衛了 一起讀 蘇羅打法人去捉難大衛 去的人見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說話 薩姆爾站在其中監管貪論 打法去的人也受神的靈感動說話 有人將這事告訴薩姆爾 他又打法人去 他門也受感說話 薩姆爾第三次打法人去 他門也受感說話 看到這裏先 就是這班先知是薩姆爾監管的 這就是他的門徒 那些人去到想捉大衛 都立即變了 立即受感說話 結果又捉不成了 第二個又捉 第三個是這樣 有22節了 然後蘇羅自己往拉馬去 到了西谷的大井問人說 薩姆爾大衛在那裏 有人說在拉馬的拿藥 他就往拉馬的拿藥去 神的靈也感動他 一面走一面說話 直到拉馬的拿藥 他就絕了衣服在薩姆爾面前 受感說話一走一夜 露體躺亡 因此有句俗語說 蘇羅也滅在先知中 在這裏說到 蘇羅問了人之後 他就走去拉馬的拿藥 他就去那裏 一路去 神的靈也感動他 他都未去到 一路去就一面受感說話 然後在這裏 神就羞辱他 他就去到 脫衣服 跟著就在那裏 睡一夜在那裏躺亡 結果結果他捉不到大衛 在這裏我們看得到 薩姆爾和大衛在哪裏 大衛和薩姆一齊 大衛就是受薩姆影響的 因為薩姆爾是一個 這麼親近神的人 大衛本身也是一個親近神的人 但這個情況是一班人一起親近 所以後來 大衛就有一個大衛的帳幕 聖經是有兩次提到 即是在後來提到兩次 提到這個大衛的帳幕 神要再一次將他重建 這個重建是什麼 是二十四個班次 不斷有人在那裏敬拜 責備神的 那這個東西 就有很大可能 就是大衛從薩姆爾身上學回來的 那他就不斷有人在那裏敬拜的 所以神就說 將來神就要重建這個大衛的帳幕 就叫人不斷去敬拜神 去親近神的 就看得到敬拜神親近神 就會帶來保護和帶來祝福 初期教會亦都一樣 四十四章三十一節 討論要聚會的地方震道 他們就都被聖年充滿 放膽講論神的道 這個講到震動 然後被聖年充滿 然後就放膽講論神的道 其他一些我們跳得快一點 四十六章二十五節 就是保羅西拉被人抓去坐牢 都在那裏讚美神 接著地基和鎖鏈都震開 接著後來就帶了那個玉珠信耶穌 還有試圖行許多神跡 試圖在五則十二節那裏 主席試圖的手 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跡其事 然後到了下面 這裏十二十三節 到了十五節 就講到彼得一起讀 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肉紙上 只望彼得過來的時候 或者得他的影儀照在十何人身上 或者許多人帶著病人 被烏鬼馳磨的 從二十六三十四 或者成一環 都全都得了醫治 這裏講到就是 在彼得他周圍 他說指望他的行光時 都影照在什麼人身上 都全都得了醫治 即是在他周圍 在他周圍可以得到醫治 在《蝕倫戀》十九章十一節 有很多人就覺得這個好像很迷信 神職保羅的手行了 是非常歧視 神職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圍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撲鬼也出去了 即有些人就覺得 哇 好像很迷信 但這裏其實是講到 神的同在在保羅身上 以至他身上的衣服 拿出來 那些衣服拿出來 放在病人身上得醫治 那我自己是親身見過一個人 就是以前 這個葛培里來香港的時候 他就叫人拿手巾去 那他去祈禱 然後拿回家 然後就得了醫治 有一個人是駝背的 他一祈禱 他就說立刻鬆 立刻舒服 初來是很辛苦的 即是說神的聖靈 可以留在衣服上 好像這裏的情況 可以帶來醫治的 好了 為什麼有求力恩高呢 第一 一起讀 整天感恩愛慕神 享受神和主理生命 是多少時間 整天 24、7 一連365天 整天都是這樣 不斷地投入 不斷地愛慕神 這個是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即是你願意真的看從神 神這麼好 我願意整天跟神一起 時事親近神 你就會戴著神的同在 我自己是盡量 要是聽正經 我一聽的時候就在看 因為我買了一個 是一邊播出來 一邊看得到 一邊聽得到 一邊有學普通話 即是有些這樣的 可以一邊看一邊聽 還有經常不斷地想耶穌 現在我講的 都想著一想耶穌 神的靈又淋在我身上 接著 當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發現生命的出路 大家看看我的表情 因為這個攝錄機 有一個自動功能 他內宗 他就會自己 索一張照片 我選了一些照片 即是當我發現 我自己經歷聖靈 我真的覺得 是一個出路 甚麼出路呢 因為我以前服侍 我覺得很困難 很難興起人 第二呢 我覺得跟神的關係 都不是去得很強的 但當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就發覺 如果可以跟神 這麼密切的關係 真是好 第二呢 那個報道家 可以這麼大能力 為人祈禱 我都可以 如果他可以 我都可以 靠著神都可以的 即我就是有這樣的心 所以我就覺得有出路了 我生命有出路 我事後有出路 可以向前走 可以靠著神 為神做更大的事 我希望大家聽完都說 哇 我們有出路了 真是說 我們有出路了 我們有出路了 我們可以向前走 可以大大給神使用 可以大大給神使用 很多人經歷聖靈 跟我同時去的一班人 有些經歷了 有很多軟弱 很多問題 總之心不是放在神那裏 他沒有覺得這麼震撼 但當我沒有經歷的時候 我說 哇 這麼好 就好像我們經歷 有時有些人經歷喜樂 有些經歷就是平安 你都說 多謝神可以有平安 那你沒有喜樂 你都說 多謝神 有其他人有喜樂 我都有一天可以有喜樂 那我心就感激了 哇 這樣就有出路了 就算有些人 他一直都沒有特別的經歷 都不要緊 你多祈禱 你一樣會帶著能力 我希望大家 哇 我找到出路了 Hallelujah 找到出路了 我前面可以有改變 還有深深感激神任何的作為 即是神做甚麼 哇 神給我平安 感謝神 神給我喜樂 感謝神 神醫治我 感謝神 神釋放我 感謝神 神叫我睡得好 感謝神 神自給我能力 改變人 感謝神 甚麼都感謝神 首先你可能先看到別人改變 或者自己改變 你感謝神 然後你為人祈禱 看到別人改變 的時候你的感謝又不同 但是有些人好像沒有感覺 祈禱 有經歷 又不會說以後可以多些 又不會這樣想 我希望大家經歷了之後 會這樣想 我可以更多更多更多 去幫助人 經歷聖靈的更新 一起說 我可以更多更多更多 大別人 經歷聖靈的更新 是否可以 希望人有回應 即是不像 沒有甚麼反應 是有回應的 哇 真是好 哇 真是好 還有 深信自己無可誇 我們是甚麼 我們是甚麼人 但是神竟然將這個能力賜給我們 高林多詞書四章七節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 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 有事領受的為何自誇 彷彿不是領受的呢 即是說是領受回來 我們甚麼都沒有的 神給我 我們就感激神了 即是我們不要覺得自己有甚麼那麼厲害 我們不是那麼厲害 但是神都用我 我就感激神 哇 我不是那麼厲害 神都可以用我 有些人另外一個就說 我就是經常都不厲害 經常都沒有用 那又經常都在一個低沉狀態 其實不要緊 神是不介意 你怎樣軟弱 在神來說不是一個問題 有些人說 我就是 我當然覺得不夠聖靈 我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甚麼呢 是你願不願意 你願意付出時間 討告 處理生命 經常 深信神的愛 你願意 神就用你 問題不是你能力夠不夠 問題是心有多願意 願意有很多種 很多人都說 我想讀大學 大家都說想讀大學 不過你會不會讀書呢 很多人都說 我想的性靈一高 這個願意不夠的 你一定要付出代價 你一定要付出代價 那些黑人是跟現在很不同的 那時候他們純樸很多 他們有機會敬拜神 他們就很興奮 很開心 還有起初的復興 很多就是臨到在黑人當中的 其中一個復興的領袖就是 但是在阿蘇撒迦 如果大家有聽過 五尊宗的復興 阿蘇撒迦 在羅省那裏就是黑人 牧師 帶領的 他們寫這首歌 但是這是後來的人將它修改的 就是起初他們是一首這樣的歌 然後他們後來將它再修改 簡單化 那些歌詞好好的 這世界 這世界非我駕 我天流雨下淚 這個世界不是我家的 這個世界不是我家的 我只是短暫在那裡 其實我的生命一路都會過去 我健康會過去 什麼都會過去 其實我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的 主啊你知 我好良悠像你 天堂若非我家 海邊流離無依 神啊我沒有一個娘 就好像你的 如果天堂不是我家 我就流離無依 我什麼都沒有 就是當我們想到 我們什麼都沒有 但是神給我們 我們就會感激神 我希望地下都說 神啊我什麼都沒有 如果按照我自己 都成為一個很怨入的人 但是神現在給我機會 我就要珍惜 神給我這麼好的盼望 我就要珍惜 好像那些黑人真是很投入 很放 現在都有些黑人的教會 是很放很放的 還有渴慕 得著聖靈的能力 我們復興全地 耶穌說到聖靈降臨 在我身上 是叫我們得著能力 在猶如撒尼都道滴滴作 而不只是經靈的 是復興的 而神真的賜給我們能力 神起我們去復興的 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就立刻問 跟大善有什麼關係 我希望大家都說 神啊 跟大善有什麼關係 這個圖 這個圖其實是耶穌受洗的 不過我們都可以一樣受聖靈的洗 聖靈充滿我們 我們就得著能力 希望我們不要停留在一個 只是拿東西的狀態 我們怎麼做呢 很投入 很釋放 很興省的 享受心態 是享受來的 服侍都是享受的 一路感激神 一路愛神 不介意人怎麼看 這個很重要 不要介意 無所謂 我是牧師 我就想在聚會 也不是有祈禱 我一樣有聖靈的彰顯 也無所謂 不重要的 他會說 哎呀牧師這樣說 哎呀我不跟他了 不會一樣 他們看到一樣 照樣是接受 因為其實 我們個個都是無恩的人 我們不是有什麼特別 但是這個 這樣的投入 釋放 一起再讀這些詞 恨投入 釋放 又享受 心態力 感激我愛神 不介意人怎麼看 這個就是 我希望大家會保持這件事 另外 聖經說了幾處 我們不讀了 啟釋路一章十七節 講到約翰 見到耶穌就跌在那裡 蘇羅信主 少林已經講了三節 又是四節那裡就跌在地上了 即是神的同在 人是站不到的 然後兵丁 約翰福音十八章六節 耶穌說我是 他就跌在地上 那就是神的能力 可以叫我們跌倒 或者沒有跌倒 但是當跌倒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會經歷到神的能力 不是一定要跌倒 但是因為他容許聖靈湧流 爛了聖靈湧流 很多時候有很多人因為怕跌 有幾個方法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 撐住 這個腰 撐住腰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退後 其實這些沒有大錯 不過他就不會領受到很強烈的聖靈流 有些人放鬆 有些人放鬆 有人扶住 但是那一下忽然間 是有一種感受 一種聖靈的能力 我們自己就留意 不要有這件事發生 但是我們不要因為這個而懼怕 而是 學夢 有幾個人你試過 一下子聖靈湧流 你放鬆一跌那一下 你忽然間會有些經歷 有幾個有這種情況 有試過 有沒有人想大聲去說一說 你所經歷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介意走出來 快點走出來說 快點 就是在一跌那一下 經歷到些什麼 請手方言 經歷 我覺得是 當時是很釋放的 他這樣哭 他這樣哭 那個牧師其實不應該推的 不過他推都一樣 帶著能力 所以帶來這個果效 不要因為這樣而有抗拒 不過我們為人祈禱就沒有推入 還有沒有人想快點出來分享 有沒有 希望大家都在服事祈禱的時候 是不是你想說 是的 我快點 大家不要再撐住 我第一次聖靈充滿的時候 是牧師為我祈禱的隔著我 在我面前拋 然後我成就 好像一條羽毛一樣 飄一下飄下來 我那一刻就很記住這個感覺 就是聖靈的真實 神的真實 感謝主 好 感謝主 好 我第一次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牧師就哼兩句歌 我的身就向後倒了 心就好像離一離 掉落地下的時候 我就不斷地震 全身震 眼淚就不斷地流 之後又會不斷地喊 但那時候我知道我自己是清醒的 好 感謝主 我們都看到 其實我鼓勵大家 在這個經歷聖靈的時候 不要撐住 放鬆的人 如果是跌就由他跌 你不跌 你又不用跌 你如果是跌 你就由他跌 放鬆的人 其他一件事 聖靈充滿很重要 什麼都沒有計較 沒有那麼重要的 貧窮 困難 貧苦 被委屈 被人誤會 或者人的問題 有病受迫迫 或者迅動 都不要緊 神知道 神會紀念 神會祝福 希望我們 當你不介意一切的時候 你就向前去 神啊 我願意 更加給神使用 這兩個圖 代表保羅和西拉 在監獄裡面 就在這裡 一路讚美神 就得到能力了 其實我們有什麼困難 都不要緊 那我們就可以成為 基督的精兵 求主耶穌幫助 我們一起生祈禱 主耶穌跟我們一起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 很想將聖靈操我們 求主你幫助 我們拿走一切的難阻 有時我們因為人的問題 有時因為內心世界 因為情緒 有時因為我們不習慣 我們的心力又抗拒 以至得不到聖靈充滿的大能 在我們身上 得不到聖靈的大大的釋放醫治 求你幫助我們經歷 能夠經歷聖靈的釋放醫治 安慰能力 讓我們帶著能力去祝福別人 首先我們自己得醫治 然後我們可以幫助別人 得醫治 多謝天父 求主延伸我們的心 讓我們這個心 願意成為基督的精兵 願意給神大大使用 我們可以大大被神提升 我們大大被神提升 提升到一個 祝福多人的一個神的兒女 主耶穌 我們多謝讚美你 求主 在我們中間興起的人 是大度復興的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